包部放进去以后把盖子盖上 盖好盖子以后把门锁好 锁紧 锁紧以后选择参数 按设置键选择参数 按一次设置键选择它的程序 自定义液体附料器械 器械、附料、液体这些温度是调不了的 是固定死的 客户用的时候都要用自定义模式 按上下键调节 因为自定义模式的温度跟时间是可以调节的 再按一次我们就可以调节时间 调节密军温度 它再一闪一闪 上下调节 客户需要调多少 这个就是没调就可以了 调好以后再按一次设定键 调节密军温度 二十分钟 三个分钟都可以 建议二十分钟就够了 如果有干燥的话 再按一次设定键 它会有个干燥 然后后面是干燥时间可以调节 这台是不带干燥功能的 所以没有 这个5014隐藏参数 不用不要去动打 不要去调 这个也是不用去调的 再按一次就保存下来了 然后再按一次启动键 它就开始进入灭菌程序 然后进水完以后就会升温 因为现在没有里面没有加水 它会显示低水温 它是灭菌不了 等会它会自动跳点的 会保护起来 灭菌结束以后 它会自动卸压 自动排气 温度低于100度 就可以开盖 压力正负7000%都可以开盖 然后我们只要记住温度低于100度 或者是在90几度开盖就可以了